并不是每一把刀都适合所有人 越南出产的剪刀只能适合越南手法吗 感谢大家在我之前的影片下面的留言 再讲的是健康修整 日式的修整模式 我现在要来依照不一样的手的大小 你要怎么选择剪刀给大家 选择剪刀 首先你要理解你的手的大小 手掌 手指头长度 长宽 还有你是从上头拿 或从侧面拿 来决定剪刀的刀饼 还是要依照你的手的大小 来去做选择哦 还有你的刀口长度 以及你的刀的宽度 来去做决定 而是要看你的手的大小 来去做选择哦 现在桌上有三种不一样的剪刀 分别为饼弧度比较大的 还有中型 以及比较长的 比较瘦长型的单岔口 像我的手 我就喜欢饼比较长 弧度比较不要那么大 因为我走的是日式手法 所以刚好单叉顶住我的虎口 刚好顶住我的食指 这个是最适合我的 这样握起来 我的中指 无名指 小指 刚好可以控制我另外一边的饼 这是日式手法的一个方式 相对的 虎口比较大 弧度比较大的 那这个双岔的 当然要看如果你的掌是比较宽的 就可以使用 像这个虽然饼比较短 但是它还是一样可以用 只是在握的当中 你会觉得比较吃力 相对的 如果你的手是比较小的 我会建议你选择单岔口的 那双岔口的是比 是给长比较大的 那像这一支剪刀呢 也的确虎口 它这个地方太大太短 如果你要这样握住 好握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其实最主要就是自我的感觉 像有些人不喜欢后端 有裸空感 但是在这个剪刀握的当下 你要记得 我们在整体的时候 我们要把整个头给露出来 另外我们来讲刀口的部分 像这个是16刀口 然后呢 这个是14刀 这个是12刀口 每一个刀口都不一样 会关系到你旋转的角度 就是你提的手的角度 所以基本上 不要再以为越难产的剪刀 只能用越难的方式来剪 事实上产地 真的无关铺手法的问题 这里有不一样的剪刀 不管是哪里产的 只要你握得合适 就是适合你的刀 我是美甲上神 欧文利